法国巴黎的圣母院在15号晚间 举行了大火之后的第一场弥撒 有30名神职人和信徒参加 并且由巴黎大主教亲自主持 为了安全起见 所有人都有戴安全帽 天主教电视台也进行了直播 法国首都巴黎这座哥德式建筑的尖塔与阁楼屋顶 遭无情大火吞噬两个月之后 圣母院15号晚间在唱诗班后方的小礼拜堂 由巴黎大主教奥佩提举行了灾后首场弥撒 天主教电视台转播了整个过程 850年历史的大教堂 灾后内部破损的天花板堆积在地上的残骸 透过镜头一览无遗 为了安全起见 只有30人参加 他们多数都是神职人员 部分参与重建工作的人员也或要参加 所有人都带着工地用的安全头盔 教会领袖们极力想向外界展示 圣母院大教堂运作正常的一面 一例重建工作 特别是重建款的筹目 法国文化部表示 商业领袖富豪们 承诺的8亿5000万欧元重建款 到目前为止实际兑现的还不到一成 圣母院发言人表示富豪们在付款之前希望知道钱会被怎么用 至于灾后大教堂的账单以及150名员工的薪水 全都仰赖民间的小额捐款支撑 此外募款机构巴黎圣母院之有机金会 送出的360万欧元重建第一阶段经费 九成都是来自美国的捐款 记者王慧文整理报道